这个人没教养没数字 骂的不是你 祖宗八代都给你骂 对不对 第二句话 无需提醒了自觉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 但是你只要呢 口无则拦 你这个人就不叫有文化 就是你没做到 孔主所说的忠用 没把握好一个度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什么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这个社会上我说了 没有绝对的自由 因为你出生 是出生的一个群体当中 第四个是最重要的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你北大你清华毕业了 你走到社会上 你危害社会 在家里边你打娘你骂老 你能算一个文化人吗 综合四个方面都综合起来 才叫文化 才叫文化人 什么叫传统文化 传承到现在 没有经过加工和改良的 一种原创的文化 而且还得被私人接受 那就是儒家文化 但是我告诉你 传统文化又有三堂文化 现在中国人只剩下一堂了 学堂 所以说咱们今天 各位都学而是则优 优而是则学 第二堂文化 知道是什么吗 池塘文化 咱看电视连续剧 一些大户人家 都有什么池塘 供奉着上几代几十代的牌位 是吧 你买的家庭 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就是从那个牌位上 和你家墓地上 池塘上踏下来的 这一部分叫什么 姓氏起源 自家格言是什么 你的祖祖 你的祖祖代代 做出来的一些事情 根据你的祖先 做出来的一些事情 制定了一些自家名言 这就叫做家训 两个部分 现在中国这个文化 没有了 池塘文化 你去墓地 能找到你爷爷 你老爷爷 我估计你真爷爷的墓墓 你都不知道在哪 还有一种文化 是什么文化 我告诉你 那就是中堂文化 你家里边 现在摆电视机的位置 你知道以前摆的什么吗 中堂 你知道中堂上写了五个字 哪五个字吗 天地君亲师 一个成年男子 敬天敬地 尊君 敬亲 尊师 古代老师的地位 非常非常的高 哎 您刚才看到下面那块碑 就是那个厅里边砸的那个 那个碑 是1924年 香港的一个商人 叫郭真祥 捐资修的孔庙 但是落款 落的不是郭真祥 为什么呀 1924年是民国 在什么时候 两千多年以前 管众就把人划分了四个等级 四农工商 四什么呀 读书人 农是什么呀 农民呀 中国是个农业大省啊 工什么 工人阶级 商人呢 最低潮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灵魂 记住 一个是什么 教师 一个什么呀 军队 军人 但是每个人 无论你做什么 都得讲究一个字 知道什么字了 得 2013年 习近平习主席来到屈府 提了两句话 国无德不幸 人无德不利 什么叫得 由您这个职位 尽道的义务 享受的待遇 这就叫做得 为官的讲官得 什么叫官得 为正义得 譬如着北城拒其所 而众心拱之 什么叫官得 两个字啊 民心啊 民心所向 所向无敌啊 你做老师的得讲私得 什么叫私得啊 那就是教书育人 你当兵的 军官 你讲军德 什么叫军德 保家为国呀 你做生意的 你得讲商德 什么叫商德 物自欺物 欺人物为人 欺公平公正 诚信经理 孔子说了 君子爱才 取之有道 不义而复 且与我如行云 你做学生的 你要讲学德呀 什么叫学德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你做医生的 讲医德 什么叫医德 就是富商呀 所以说无论你 从事哪个行业 都离不开一个字 什么字啊 得字 咱们一般啊 夸奖一个小孩 除了董事名的一般 还说这个小孩 品德真好 对不对 所以说这才是 咱们来屈服 真正的一个什么呀 目的 我跟你讲那么多 是给你表达什么 孔子就是一个 有德行的人 但是要讲孔子 你得先了解谁呀 周公 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有德行的人 不是孔子 是谁呀 是周公 没有周公就不会有孔子 要论中国第一个 有谦卑的人是谁呀 那也是周公 没有周公 还是没有孔子 为什么呀 他秉称的是周历 周公是谁呀 周公身份相当高呀 周恩王生的 第四个儿子 周王的弟弟 周承王的叔父 左段里边一句话 皇帝之后 孔子之前 中国有重大关系的 不用找别人 你去找周公就行了 周为王有大德 但是呢 德为救 周王有大功 而功为智 即大功大德 大智为一身的 那就是周公 他到底有什么功绩 一年平乱 两年可因 三年建燕 四年建诸侯 五年迎成州 六年至纽约 七年 六年至里约 七年至成王 他的哥哥 周王去世的时候 他的姿子 周承王 纪委只有13岁 所以说 鲁国封了 他他没来 回到首都豪金星